大家好,欢迎参加古物古之班师处的公众讲座 今天的讲座将以普通话进行 今天是金沙之光古厨文明展览讲座系列的第三讲 我们很高兴继续邀请到孙华教授来为我们主讲 孙教授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访问教授 现即北京大学文化遗产宝物研究中心主任 季兰与文化遗产研究杂志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 西南地区考古和文化遗产宝物的教学与研究 强势基立于四川团地青铜时代考古 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协作的主要宣告者之一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对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等 这期的讲座讲题是神秘的古俗国 从金沙到双叶街 事不宜迟我把时间交给孙教授 各位朋友 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讲座是接着上一讲 神秘的古俗国上 今天是下 上一讲 就是从三星堆到金沙 这一讲 金沙到商业界 三星堆和金沙可能大家都很熟 因为他们已经被辟为国家的遗址公园 被电设为国家的遗址博物馆 并且被列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那么商业界可就是太史记 所以今天我专门用一个单元来介绍商业界 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还是要想与上一讲做一个游戏 因为我估计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参加上一讲 但是没有参与 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创业 我们今天要讲的神秘的古俗国 是指以三星堆 金沙 商业界这三个遗址为代表 以三星堆文化 十二桥文化 以及八蜀文化 这三个文化 每个文化又分为早晚 以这三个文化为典型 以纯的这样的物质文化遗址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十二桥文化 到晚期八蜀文化 十二桥文化的代表 就是金沙遗址 三星堆 八蜀文化的代表 就是商业界遗址 由于商业界遗址发现 建的比较晚 所以八蜀文化没有这个遗址 而是用了其他的很多文化 有的时候用的是晚期蜀文化 有的时候用的是青阳宫文化 实际上如果商业界发现的早 就应该命名为商业界文化 因为它正好在成都的都城里面 就是最重要的当时王族的门墨 周围还有一只 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回顾 在三星堆古代国家的晚期 该国上层社会 是否就出现了问题 三星堆的国家 是由两个贵族集团联合执政的 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的国家 它的好处各是其职 世俗贵族负责 负责行政和军事 神权贵族负责宗教和文化 但是呢 如果有一方想得到更多的权力 那就会闹起乱子来 三星堆好像就是这样 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 这个国家的神权贵族 好像把所有的财富 都集中在他们神庙里了 所以我们在三星堆这个古城里面 发现的所有的青铜器 几乎都在那个神庙 大量的玉器主要在这个神庙 象牙黄金基本上也在这个神庙 当然这可能就引起了 世俗贵族的动漫 我们上一堂讲座 没有时间详细的介绍 就是我专门列了一讲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 列了一个单元 就是介绍三星堆埋藏坑 三星堆的神庙 不过这段时间报道很多 前两天还拼起了一件 很重要的供奉用器 把一个顶椎柜座人像 和一个神兽合在一起 实际上下面还有桌子 上面还有盖子 还没有修复 这样的器物很多 但是千变万化 就是三群器物 神人和神人之间的 那个供奉的台子 联系神和之间的 这么一个桥梁 就是这么三群 由于神权贵族 不断地扩大他们的权力 所以四肃贵族 他们掌握着武装 他们就发起了 就是一场内部战争 内部战争的结果 就是他们就把神权贵族 基本上串除了 把他们的神庙也烧了 但是四肃贵族 他也崇拜这些神 所以说神要是烧了 这些神像还不敢乱用 还不敢拿去回炉 做其他东西 都把它埋起来 所以我们看 那个三星堆埋藏坑 那坑那么整齐 埋藏也是比较小心的 分层埋藏 这些好东西也不拿去用 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世俗的贵族 完成了消灭他们 潜在对手的这个任务以后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流血 发生了战争和冲突 三星堆的城市 也受到影响 可能好多房子都被烧毁了 神庙都被烧毁了 所以这个三星堆 这个城市已经不太合用 胜利的世俗贵族 就带着他们的人 迁到四十里外的成都 开创了一个新朝代 我们这里 就是两张图片 都是神权柜子的图片 带发机的 没有辫子的 这是他们的 用了供神的器物 这一件 也是刚拼起的 下面是台子 中间是神兽 上面有人跪着 还举着一个人 然后上面是四个孤 组成的一个 供神使用的酒器 上面还有一个镂空的盖子 还没有复原 酒箱可以从这个盖子里面 透到神那去 顶上应该还跪着一个人 非常复杂的一个器物 有一米多高 这么一个器物 那么在世俗贵族和神权贵族的冲突中 神权贵族没了 但这个祭祀 这个宗教还得有 那么做这些宗教活动的人 就变成了原先的世俗贵族 他们不仅掌握了行政军事的权力 现在连宗教权力也掌握了 这是三星堆的神权贵族的形象 我们看这是金沙的世俗贵族的一个形象 神权贵族他有几个特征 这些人一天不打仗 也不锻炼身体 好像比较瘦 都很轻瘦 手比 手好像跟身体差不多出 当然也有艺术的夸张 衣服 都是很长的那种长衣 而且不止一层 腰上不扎腰带 也是从上到下是个直筒的 一口钟 当然他们的头发只缩成辫子 拖到后面 但是金沙这个小藤人 他的姿态也像在做这个祭祀活动 头上还带着一个太阳的光环 他是带辫子的 他腰上捆了腰带 显得也比这个不锻炼身体的神权贵族 好想显得粗壮 腰上还插着一笔拳杖 就是说这样一个 一看这个小同仁 他就反应了到了金沙的时候 权力集中了 王权 在金沙这个时期的古书国里面 已经确立 在三星队王权没有确立的 神权和王权是分裂的 这个情况 和古代中国好些国家 走过的路程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中原的夏商王朝 他们可能走得快一点 你看 夏王朝我们不清楚 但是三王朝 有甲骨文的时期 我们是清楚了 三王朝有很多祭司 但是最后决定权不在祭司 最后是王战略 王来判断 这个战谱的这些 这些现象 到底是急还是凶 该不该出兵 该不该做盟建设 这是王来决定 这是王权已经 就是战胜了神权 这么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东西被埋起来了 三星堆成为了一个废墟 当然不是没人 还有人 但这些人 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所以在三星堆 遗址的最后一期 有人在活动 这些人地位不是太高 但是他们搬到原先的 宫殿的废墟 神庙的废墟 去住 丢了大量的垃圾 以前是没有 红制阶级 搬到了成都金沙 建立了新的都城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从十二桥墟化到八十墟化 在三星堆国家 我推测 可能是传说中的白贯 这样的古书国 在三星堆国家瓦解以后 原先被三星堆国家 少数上层贵族控制的 那些青铜工业 那些地方聚落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苏展 好像到金沙的人 不怎么管他们了 他们就发展起来 以前 成都平原 四川盆地 没什么聚落 没什么聚落 没什么遗址 就说明 要么这些聚落 根本就结成不了聚落 不能形成永久的聚名点 要么就躲到山里去了 要么有些人被杀了 现在这些人都跑出来了 到处都是村落 那么我们说三星堆文化 它都是显得很强盛 显得很繁荣 只要整个四川盆地 并不是那么繁荣 真正的繁荣 是三星堆这个国家崩溃以后 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 当然 他们原先就是一个统治集团 只是呢 它只是这个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好比都崇拜太阳 我们底下展览的 那个太阳神鸟 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你看它今上有三星堆 更是崇拜太阳 太阳神术 很多人像身上 有这个太阳的图案 有眼睛的图案 这些都是太阳的图案 有的太阳的这个轮子 做个很大像大车轮子一样 以前发现了六个 最近又发现了几个 到底是多少个 要等到复原了以后 才知道 这个大小跟车轮一样 但是肯定不是车轮 因为他们那个中间 那个轴孔太小 那个轴是穿不过去的 不可能作为车轮的装饰 车轮的装饰中间 必须是个大洞 那个中间那个车轴要穿过去 它才能够稳 三星堆发现了 出眼睛 尖耳朵的神面相 很大 耳朵之间的距离 又接近一米四 如果把它复原 那是很大的 金沙 没有发现这样的 红的神像 但是发现了一些 玉的小神像 但是个神像的形象 这个差不多的 就说明金沙的人的神 和三星堆人的神差不多 他们二者 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金沙 他们的人也崇拜眼睛 三星堆人好像崇拜眼睛 所以美国的吴宏教授 就芝加哥大学的 做中国艺术史的 也做现代艺术史 做当代艺术史的 吴宏教授 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一切都是眼睛 就是到三星堆的神教里面 可能到处装饰的是眼睛 人的里面就感到 好像都被 四面都是被 被出目 尖耳的神 看着 强盛 还有到处都是眼睛 自己就显得 好像 一览无余 就是 光天化日词 金沙也有这个特点 但是呢 我们发现的眼睛不是太多 但是不是没有 像这个就是金沙的一个大同眼睛 有半年长 金沙和三星堆 还有共同的竹灰 他们的金带上 金帐上 还有童气上 都有人 这个人是个神人 可能是太阳 所以他有的时候是圆的 有神 有鸟 太阳和鸟 在三星堆和金沙都是有关的 所以有太阳神鸟的图案 还有用剑来射鱼 这样组成的一个竹灰 这两个都城里面都出了这样的竹灰 说明他们 具相同的竹鼠 还有呢 三星堆的统治阶级是变法 金沙是变法和机法 金沙虽说把变法好像给消灭了 统治阶级是机法 但是仍然是三星堆中间的一个族群 你看这个人后面拖着一条大辫子 输得还挺好 还有一个 三星堆和金沙的被统治阶级 也都差不多 在金沙出所大量的 柜子的裸体食人 这些人 手都被捆在后面 他们也是砸着一条辫子 但是他们有一点跟统治阶级不一样 统治阶级 把头发很好的梳在后面 砸起来 他们把头发剪成 像个大分头一样 头上像顶着一本翻开的书 后面拖着一个小辫子 大部分头发都被剪了 只是老后面拖着一条小辫子 这一点 是和统治阶级的法式不一样的 当然 这种柜子的食人 在成都也发现了一个 在成都的商店街 那个文化的范围内 但是呢 那个地层 是被河水冲毁的一个地层 里面的陶器 都是巴蜀文化的陶器 都是晚的陶器 出了一个食人 这个食人是早的还是晚的 现在不敢肯定 如果是晚期战国时候的 那么就说明 从三星堆一直到秦密巴蜀之前 他们的被统治阶级 可能都是这种形象 金沙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现象 说明了两个文化 两个遗址 是同一文化体系的范围 他们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念 神话体系 宗教崇拜 艺术风格和族群特征 不过 从三星堆到金沙 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这个不同的东西 除了我们考古学文化 所说的那个陶器组合不一样 我们考古学文化 是用陶器作为主要的分别特征 因为我们很多遗址不出铜器 不出好东西 只有一般人使用的陶器 所以把陶器作为分别的一个指振性器物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见 他们还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首先就是金沙的统治阶级 由两个变成了一个 由变法和基法共同执政变成了单独执政 这是我刚才说过的 第二个 他们的礼仪用器 即时用器 都一样的 三星堆主要是用红针 就是那个口比较大 香气可以散出来 这种装酒的 这种红针 我们古文字里面的针 就像人捧着一个罐子 一个大口的罐子 如果把这个大口的罐子 放在一个器座上 就是尊了 但是金沙的人 十二桥文化的人 他是用垒 他选择了装酒的小口的 可以储存比较久的 这样的一种酒气 酒气就能垒出的相当的漂亮 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礼仪规范 就是裂垒 把垒按大小排列 或者相同 或者中间一个大 两边赤子 再两边再赤子 这样的一种组合 在四川彭县的竹瓦街 当时修到青城山 都江燕的铁路的时候 在两边各发现一个轿场 当时认为是轿场 装在两个大罐子里 里面出土的铜器 铜容器 都是铜雷 另外还有一些兵器 现在看来可能不是轿场 可能是墨障的腰坑 墨障上面被破坏了 这次那个坑就当做轿场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看法 其三 三星堆文化的人 好像他们 不用那个土坑墨来埋葬死者 他们怎样埋处理死者的遗体 现在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金沙 我们知道他们用土坑墨 而且用了船关了 把那个像船一样的独木舟 埋在土里 现在我们这是在金沙 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 虽然这三居独木舟的年代 好像已经到了西周中晚期 但是我想可能早一点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一个文化体系 这个留下了十二桥文化 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古代国家 他们的上层贵族 与陕西关中地球为中心的周王朝 西周的王朝 有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 他们体现在一些文物上 一些遗址的分布上 尤其是青铜器上 三星堆早期是跟下文化 二里头文化相交往 晚期是和商文化来交往 但是十二桥文化 金沙的人 它是和周文化交往 它使用的是周的东西 这是在四川发现的 商代末期的 童子喝酒的杯子 里面的明文表示 它是可能是阴人系统的 这些东西 但是它处在四川 很可能就是古代的蜀人 参加了周五王蔑三之战以后 分的的东西 十二桥文化 与周文化的密切关系 还可以通过金沙和 就是周人的宫殿建筑 做对比来看出来 这是金沙的建筑群的 其中的一组 把它复原就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 这是周元的 最早的那一组宫殿建筑 最早的这组宫殿建筑 用的是商代之路 以后才是周代之路 你看它是前后两个月 中间是大唐 周边是回朗 这个性质显得就很相似 这是商代地方雅蜀的 一种标准做法 由于金沙 也就是十二桥文化的古国 它与周王朝 有密切的联系 参加了周王伐商的战争 这是文献记载的 所以周人对他也有赏赐 并且呢 可能给他在周人的老家 关中平原 给了一小块地 就是在宝基 这个古代的古书道 翻出山这个口上 给他那块地 现在我们在那个地方 发现的遗址 跟四川一样 它有很多 因为它在周文化的区域内 所以有很多周文化的因素 但是有很多 四川文化的因素 都喜欢用尖底去用 这周人不用了 他们用 另外他们的墨藏里 除了周人的东西以外 他们还有自己的东西 尖底的柳叶剑 压着脑袋的权杖 这些 他们这个墨地 就位于秦岭的北坡 我们现在的宝城铁路 川散公路 古代的古书道 翻越秦岭 进入关中 那个路口上 好几个墨地 都是这样 金沙这个国家建立以后 它的北面 是强大的周王朝 它不可能往北面发展 所以它是主要向西南发展 金沙这个王朝 扩展的很厉害 我在西南做考古工作 三星堆的东西找不到 投了三星堆 能找到 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但是在任何地点 都能找到 金沙这个时候的东西 我在贵州赤水河流域 横江 南广河 乌江 都看见十二桥文化的遗址 我在云南 在昭通地区 我也看见 就是十二桥文化的遗址 在滇池旁边 有个古城村遗址 现在古丁王的度假村 那方面有一个古城村遗址 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贵州遗址 里面一些墨藏 出土的铜壁 尤灵壁和御壁 跟金沙是一致 所以我想 金沙的人 十二桥的人 他们主要向西 向南发展 就在少数民族的墨藏里面 就是石棺墨 用石头做棺材的墨 主要是双尔关系统 西北的东西 但是里面也有尖底气 注明他们跟十二桥文化 也有利器的关系 到了十二桥文化的后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新一村这个文化 这是个过渡文化 我把它命名为新一村 但是成都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把它称之为十二桥文化晚期 这都是名称的不一样 大家对它的内容判断 都是一样的 对它的时代判断 都是一样的 到了十二桥文化晚期的时候 金沙这个鼓鼓 好像也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 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可能又出现了战乱 或者灾荒 十二桥文化晚期的移植 又大大减少 突然一下找不到移植了 所有的移植都是十二桥文化早期的 或者我称之为十二桥文化 这是东西 新一村文化的东西没有 或者很少 一直到春秋晚期 这个移植才又几件出现 又出现了一个低谷 第二是金沙的都城被废弃 金沙的使用 从公元前1100年作有开始 大概到公元前900 使用了就这么几 200来年 以后跑到哪去了 现在我们没找到 就是说在金沙以后 成都之前 还有一个都城 也就是十二桥文化晚期的都城 或者是新一村文化的都城 我们没找到 第三个 是 十二桥文化 或者是金沙这个国家 它和周围的国际关系 也出现了变化 它以前和周人关系很好 去跟参加周五王秘商 而且有一个采仪封在周园 周园的边边上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聚落群突然不见了 延续了好几代的渔博墓地 终止了 以后就 这个在宝基 在陕西的宝基 到四川 广源 这一个 这个爱道上 这个嘉丁江峡谷里面 就没有发现 这个时期的东西了 好像 古代的蜀人 他们又跟周人 把关系搞坏了 这个一搞坏关系 这是历史上经常的 四川的国家 跟中央 跟中兴的王朝 关系搞坏了 天下未乱 属县乱 天下已知 属未知 他就 利用这个 非常显要的秦岭八神 把这个山口守起来 不来往 正是由于不来往 他就得不到新的技术 得不到新的艺术 所以 四川 到了晚期 巴蜀文化的时候 顽强地保留 西周早期的那些风格 那些旧风格的东西 一直用到战略 直到楚能进来 才有改变 所以 我们可以推断 在西周中期以后 古书国的历史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先是进入了低谷 然后再崛起 这个文化现象 体现在 中兴都城遗址上 就是古书国的都城 从三星堆迁到金沙以后 以后就不知道 跑到哪去了 可能是在皮这个地方 这个皮在什么地方 现在有个皮线 但是在那去找过 找过一个城 但是 发掘了一下 是汉代 不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皮 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 一直到 公元前 五百年左右 油菜油皮 这个地方 迁回到了成都 你看 迁到金沙 东南不远 就几公里的地方 这是成都市 发展的一个规律 从西北 逐渐的往 东南迁 再往后 到了秦汉 大小城 扩大了一点 又往南 扩了一点 又往东南 扩了一点 到了唐代 就扩成这个样子了 扩在他两 两江交汇 这就是 一直到民国年间 成都的旧城的范围 就这个 两条河包围 的这个范围 它是一直往东南 现在的四川大学 去到这个位置 两江汇合处 古往今来的人们 如果要到 长江 顺着长江 往长江中游的武汉 往南京 或者是 要到扬州江云那儿 走运河 到北京 就在这个地方 上出来 由于春秋晚期以后 位于成都的 这个古书国 我们知道 它是开明寺 大概是开明五寺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位于低谷之中的 都城还没找到的 那一个文化 大概就是 扑北 度雨的文化 因为那个时候 是洪水时期 度雨不能治 这个时期 再往前 金沙 很可能是渔福 这个阶段 这是我们现在的 一个推测 还有待于证明 三星堆是白贯 的阶段 大概是证明 一个 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但是 还有待于证明 现在只能证明 最后一个 王朝 其他的都还没有证明 自从 巴蜀文化 就是新的成都 崛起以后 由于四川盆地 以外的楚文化 等新的文化因素 重新进入到了 四川盆地 进入到了成都平原 所以成都平原呢 又出现了像成都 这样的中心都市 众多的大型墨藏 和墨地 又散布在四川盆地 许多地 这些墨藏 往往都出一组青铜器 真正的四川 青铜文化的高潮 不在三星堆 不在金沙 而在最后的这个王朝 这个时候才是 青铜器普及的时代 青铜器做得很好的 这么一个时代 以前的青铜器做的都落后 中原地区 落后于长江中原地区 那么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 在经历了一个发展 低谷以后 到了战国时期 就发展到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 晚于中原 但是 却早于云贵地区 早于令安地区 巴蜀文化 这个时期的墨藏数量 和墨藏类型 都有所增多 既有土坑木枯木 也有土坑船观木 还有木板木 出现了像成都商业间 这样的大型水坑式墨藏 我等会儿会讲到 但是呢 也有像中原像楚 这样的墨藏 像这个四川新都的九远跟大墨 马家或者叫马家大墨 这个墨被盗得一干二净 整个体系像中原的墨藏 像楚的墨藏 但是呢 它下面有个腰坑 而且它用独木观 这是它的特点 这个腰坑里面 出了一腰坑的 精美的筒器 当时考古学家 发觉到 锅底板 一看什么都没有 已经泄了气 但是觉得这个木头还不错 你拿回去做展览 你还可以 就用 就用起重机 把这个锅底板 吊起来 一吊起来 才发现底下还有个坑 以前的破坏这个墨藏的 盗决这个墨藏的没发现 所以四川文物 四川省博物馆的 这些战国时候的精品 主要出自于这个坑 在八十五号时期 青铜工业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铜器已经普及 多数墨藏 都是一张有成套的 铜兵器 铜工具 喜欢用工具 工具还做得特好 这是把锅拿的刻点 它的铜容器 一般都是数量的 实用的 煮东西的 铜服 铜镇 就是红眼 真东西的 还有铜帽 小水罐子 这些东西 当然还有尖底的盒 但是这些兵器 都比较落后 做得很好 形状比较落后 做得很好 但是它有好 有先进的兵器 高级柜子 用的是褚式的 剑 好比成都 马家大漠 吴炳 巴蜀式的柳叶剑 就这种 这个剑 另外就有 吴炳 褚式的剑 我这里圈列的是 巴蜀式 褚式的五位列 这都是它自己文化特征的 褚式剑又来为 吴炳剑 吴炳剑是最先进的 所以 它的这个兵器 很有特征 另外就是一套工具 每个墓里面都有这么一套工具 这个时候呢 这里多了一个字 人们对于褚文化的礼器 它的选择比以前广大 以前 十二桥文化的时候 主要选择的是铜垒 装酒的 不喜欢中原的地 不喜欢装肉的 装粮食的 喝酒 在这个时候 多了一些 高级贵族 可以看见 五件或者两件一套的 这种褚式的铜礼器 当然 它自己的也是五件一套 你看 它的这个装 这个 这个铜帽 这个小罐子 是五件一套 都是新都马加大漠的 它的铜底 五件一套 红刀子 大中小号 各五件 它都是这样的 成比例的 这个时候 楚国的其他也 不是按照楚国的做法 也是按照五件 两件 这样的一种关系 来配搭 大的就是五件 小的就是两件 这是 出土的 瓦家大漠 出土的一套点 这套点是 楚氏的十里 其中有一件 肯定是从楚国来的 因为里面有 楚的文字 是楚国的曲锦昭 三个大族 楚庄王之后 三个大族 昭氏 他做的顶 这样的 顶文 在湖北 是出土过的 昭之 十顶 是个字 其他四个顶文 好像是仿造这个 做的 但是他有楚国的 原物 跟楚 关系是很厉切的 八十文化 对于十二桥文化 具有显著的 继承关系 尽管八十文化 和十二桥文化 早期中间 有一个空缺 出土的东西不多 但是仍然能看出 两者 跨越这个空缺 还能够看出 它两者的联系性 好比同柳越剑 从十二桥文化 发展到八十文化 十二桥文化 实际上还可以 再前推一点 推到三星堆的默契 就有了 只是少 这种柳越剑 这种柳越剑翘 这种柳越剑的翘 都是 看得出发展关系的 另外就是铜垒 这种器物 从西州早期 一直沿用的战果 而且形成了 另类之后 这也是新都 马家大漠 别看那种小坑 里面出好多东西 里面其中有一套 五件一套的垒 只发表了一个图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 成了这个乌克利 巴蜀文化的人们 仍然重视雷 造型猛一看 好像远面 看好像是西州的 仔细一看 都是西州 它重视雷 还反映在这些方面 它有的器物上 它有巴蜀符号 这个巴蜀符号 到底是文字还是什么 肯定不是文字 但是是一种 文化传统的符号 既不像图案 也不像文字 但是这个符号里面 就有这个铜垒 你看这四个垒 下面还有其他的符号 把这个文样 划分成四组 这是一个铜豆 盖上的 这是马家那个大漠 墨石里面的东西都被盗走了 这个小铜印 太小了在凤凤 关国的凤凤里 盗墨贼可能没注意 有两颗铜印 其中一颗的英文 就是这样的 这个英文 中间就是一个垒 两边两个人抬着垒 用两个杠子抬着垒 上面中间的是一个铠甲 穿着短袖的铠甲 可以看出 两边是两口 两个钟 你看他把这个垒 还放在中心里气的位置 这个中原 中明顶时 顶是中心的位置 顶是国家的代表 九顶就代表国家 顶格就代表着国家 变更 但是在四川 从十二桥到八树 不是雷 不是顶是雷 雷很重要 所以他这个中心的图 这个雷 这个雷很大 现在我们对这个印章 也有研究 这种方形的 比较大的 就是比较重要 这样的英文 我们发现的不止一个了 就是 往哪个的中间 武器 是八树和铜器中 最富有特色 演的器 几乎所有的铜器梦 都仗有武器 可以看出 八树文化的人们 他有上武精神 所以秦人后来要利用他们 汉高族也要利用他们 汉高族利用了八人 你看这些 这些乐器 也是五个一组 但是这种铜格 然后这种铜格 都很老旧了 战国的铜格 一般下面都很长 长圆 这样他跟那个 饼 那个隔的饼過饼 结合得比较好 可以用多几条绳子 把它穿得更老 这个可能 跟饼的衔结就没那么好 但是它是这种古老的形式 一直沿用 因为它其他的兵器 也都形态比较古老 但是做的还是蛮不错 尤其是表面处理工艺 它有一种像虎席 就是我们实际上不像老虎席 像豹子的绊 豹斑纹 那是一种腐蚀的方法 获得的 但是它表面又形成了一种光泽 好像还有点放锈的效果 这些兵器往往都是闪闪发掉 真好 八十文化的最有特点是柳游剑 柳游剑最早是从三星堆末期就出现了 它有一个演变规律 柳游剑又有两种 一种是单独配一柄 比较长的 这是主要的 一种是短的 短的就不值一柄了 还能弄一个盒子装上 两柄 最多是五柄 这个短剑就是敌手了 也可以拿出来当头枪甩出去 甩出去手里就没有武器了 手下得多几吧 得有个包把他装上 所以它这个短剑就是敌力 长剑 它也有个规律 这个长剑后面不是这样的 它有两片竹子或是木头夹着 然后用绳子拴着 然后还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 在那个新竹马甲那个坑里 那个腰坑里出土过 这个带着猴 带着绳子 带着副套的那个剑 那个绳子还保存得很好 因为它都泡在水里 在考古工作中 有两种情况 文物是保存得好 一种叫做水冻 就是长期泡在水里 不能一会儿泡 一会儿又不泡 那肯定就坏 它就基本上封闭了空气 它就在地下 往往文物就保存得好 另外呢 就是火冻子 密封的好干 有白糕泥 它那个南方火冻子 它不一定干 它就是里面的空气 被白糕泥压这些隔绝了 所以以前有盗墓贼 碰着这个墓打一个孔进去 一点火 结果里面的沼气 就把眉毛胡子都给烧掉了 他们称之为火冻子 这是盗墓贼的语言 就是说里面它经过了 尸体或者水藏的东西 经过了初期的腐烂 它就形成了一种相当于甲碗 一种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移植了细菌的 进一度的生扎 它就可以把里面的文物保存得比较好 马王堆 就是这类子 它实际上经过了初期的腐败 就不再腐烂了 它里面已经有一种防腐的气体 马家那个腰坑是个水冻子 保存得很好 我们现在看见的 实际上那个木柄那一部分都没有了 只是这个铜剑的剑身 好像拿着好像很不舒服 实际上以前不是这样的 八属的有一剑 它有个演变规律 有短道长 早期的都不超过一尺 二十来公分 以后就越来越长 兵器越长越占便宜 到了战工末期 最长的一柄 不带后面的柄 都达到了66.5厘米 这么长了 以后就超过一尺 这个发展规律 是铜剑的一个基本的发展 无跃剑 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规律 先短后长 开始的技术不行 就像三角形一样的收上去 下面宽 前面窄 这样才不会断 以后就做成两段式 后面宽 前面窄 以后有了符合剑 里面是比较韧性好的铜 外面是比较脆的 但是比较锋利的铜 它就可以做得比较窄 比较长 也不会断 这就是技术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它具有影响性 你别看巴蜀 它这个很落后的一种键 它也越做越长 因为它的技术 带极高 好像车转声波故障 我好像解决不了 再戴成眼镜 要不然就可能就点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就是短件 这一柄短件 是前不久 刚在成都旁边的一个双原村这个地点 发现了一个短件 短件跟一般的发现差不多 两柄短件把它拿出来就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中间还有一个小工具 有个小刀 是插在中间的 它还可以用这个小刀做点其他事情 小刀还有一个小的鸟型的一个刀的装饰 是一个小刀插在这个位置 中间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带翘件 这样的件以前也出土过 但是没有这么完整 好 刚才我们就介绍了 从三星堆到金沙 从金沙到巴蜀文化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下面我们介绍 巴蜀文化 这座大漠 因为它是古书国最后都城中的一个亡灵 祖国的最后一个都城 也就是开明王时代的成都城 它由于迪亚在历代成都城的下面 它的城市的边界布局结构 是不太清楚的 我们只知道 它大概在成都旧城的这个位置 2000年的夏天 成都是旧城西部 这个偏南的商业街 这都是民国时候起的名字 这以前是满城 满城中间的是一条 中间是将军衙满 然后一条直街 两边都是兵丁胡同 就看这个像北京的做法一样 中间是直街 这里是将军衙门 现在是京河宾馆 现在在成都的旅游地点 宽摘巷子就在这里 它在宽摘巷子的斜对面 民国年间 这个满城 就是以前驻满洲兵的地方 把这个城给它拆了 很多汉人也就进去了 去做生意 在这个地方要发展商业 要发展实业 所以这个商业街 实业街都是民国年间起的名字 这个地方 现在是四村省政府的 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 当时要修一个食堂 修一个小食堂 机关食堂 一挖下去 就发现了很大的棺木 当然这个食堂就修不成了 就停工了 停工了以后这块地也不能再修市场了 是在换地方 就把它保护一下 当时还准备原子保护 但是当时保护继续没跟上 当时用的那个材料可能也不行 很多棺木 每天花很多的钱 而且这个味道极大 还有一个臭味 周围都是家属区 大家都提意见 说你们考古的人 弄的是奇臭无比 后来受到压力 就没有采取原地保护的措施 就把它回田了 但是这个地方也不修房子了 把这些所有的棺木 拉到了城外 专门有一个水池 这样进行保水 里面放上防似剂套在里面 在这个地方 2011年发现了一个墓葬 这些棺木后来通过考古发掘 后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墓葬 它的年代在战国早期 所以这是现在四川发现的最大的墓葬 当然就要保护 这个墓葬的地点 我们用一个比较清楚的 民国年间的成都基事图 我们可以看出成都城 这是两条江 把它包围着 中间有一条老的江 墓葬城的这一个部分 像棋盘一样 这是唐代扩城的部分 中间这个南北 正南北巷的部分 是明代 按照北京修蜀王府 修的蜀王府 西边这个地方很密的胡同 是满洲城 是清代的 在这个位置 发现了商业街达木 这一片里面的战国时候的东西都很多 尤其是沿着这条河两岸 发现了很多遗址 另外呢 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在河边上发现一个巨大的石溪 石溪牛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发现了 文化革命的时候 就发现了 当时可能没有起重设备 就没把它抬起来 就埋在地下了 所以其中的背面 还倒了一些水 现在还有看见水的痕迹 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犀牛 大概三四米长 它的做法跟汉代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它虽然倒在汉境的地层上 但是它是战过手 它是周代的做法 那个关节啊 这种玄罔纹 那个嘴往两边卷 这种都是周代的做法 很可能我们推测 它就是文献记者 李宾治水 就是都江燕治水 镇水的犀牛 它克了七个犀牛 这是现在发现的其中的一个 现在移运的成都博物 也是镇馆之宝 那么我们看一下战国的时候 上一阶早期的船官 晚期的这个狮犀牛 也都在这个范围内 另外还有一个战国时候的 据说是开明王妃的墓 五代山 是在成都的北面 这一直是成都的一个古迹 五代山 据说是开明王的一个妃子 他死了以后 开明王很伤心 每天站在城上哭 然后叫五丁丽是单土 修了这么一个高企的地方 他每天可以看见 所以这个就成为成都的一个方位标志 因为成都的城市写的 用这个五代山来定他的方位 这个是个传说的古迹 离他围在这个圈子里 但是有一定距离 关于战国时候 开明王时代的成都城的位置 现在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大概是在城的西南部 我们之所以知道 他的西南部 是有很多的信息 一个是历史地理 通过古代的水道来考察 第二个根据这些古代的墨藏 古代的墨藏都是在城 基本的在城外面 那么战国时候 城都城的这些墨藏 都和他的居民 实际上是相关的 都在城的西面 南面 另外在这个东南角 有一个贵族墨藏 都在就是西南两面 以西面为主 所以他的这个城的范围 不会越过这个西郊河 这是一条护城河 大概就在这个界限 古老的清阳宫 还有隋藏瑶旨 也都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城里 就只有王的这个墨 关于这个王墨 对这个城的关系 我后面要讲 这里就不说了 但是我们现在 基本上知道 开明王城 是这么一个范围 这个商业街大墨 位于城内 这个大墨 这是他的平面图 这是他两面的泡面图 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 周围都是 就是当时省政府的机关 职工宿舍 所以工作很困难 之所以能工作 这里要修食堂 我们才能够有一块地 做考古工作 当一发现有重要的 这些墨藏以后 考古工作者 他在周围进行的钻探 钻探很困难 只能在周围的花坛 道路 打探眼下去 打下去 底下还有木头 就是不光是有这么一座墨 周围还有其他的墨 这是一个群体 但是没法发觉 保存肯定是保存了好的 因为以前的建筑基础 这个基础都很浅 这个墨藏在这个基础下 还离这个基础还有好几米的 还有两米多 三米 还到这个墨口 所以是没有问题 保存是保存下来的 就是没法发掘 除非这些房子 今后到了寿命期 把它统一拆了 再做发掘 现在就只发掘了这么一座 还没有发掘一泉 这个区里拐弯的就探方边 就是到了别人的边界 没法挖了 所以只有挖了这个程度 这个墨藏 长 这个坑是三十米 欢二十一米 规模还是挺大 三十米 二十一米 它的 其中的一边 还有一座建筑 这些建筑 都是用木头做基础 住处那些都是木头的 然后中间是横土 两边都有木柱子 木板卡住的 木板都很厚 都是栏木 那个时候栏木很多 在这个木坑口上 也动用栏木的枕木 方木 枪边 使它边 坑口加固不会垮 坑里面 摆上了一根一根的枕木 先垫土 垫平了以后 垫平 然后放上一根一根的枕木 枕木上 这里再放一根大木头 把它分成前后两个石 现在发现的棺木 主要在这边 如果这边是前面的话 主要在后石 一共发现了17具棺木 这个棺木都是整根的栏木 这大棺材都是整根的栏木掏的 都用的笨办法 就是加工独木舟的那种办法 来掏的 栏木的直径 大的到1米7左右 而且一个木是用两根 一根做棺树 一根做棺盖 把它扣合起来就成个八字形 这么一种形状 我当时一直想 看看能不能做点环境研究 古今变迁这个栏木上这么大 1米7以上这么个直径 要长很多年 结果南方啊 他那个木纹 不是保存的不是太好 那么转进去以后 那个扫描的时候不好识别 而且有些地方还是有腐烂 不全 那个木轮 所以没有做 树轮断带是很准的一种办法 可以精确到年 是很准的一种办法 另外呢 他可以研究古代的气候 德国的考古学家 我们在四川交流过 他们是在科隆大学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做了两千多年的 这个数轮的 这个年表 另外呢 做了两千多年气候变迁的 这么一个年表 就是结束轮 这是个笨办法 这个尼布尔的考古学家 就用这个方法 对那喇嘛标的 那个木头进行断带 根据这个木纹 对应这 那个数据库的哪一个环上 最外面那个轮 什么时候 木头死于什么时候 就根据这个断带 真是很准的一个办法 可惜这个保存的不是太 不太理想 后来我们去了 去采的一样 但是效果不好 我在三峡也做过一次 也不是太好 这个材料的选择 很重要 保存到好才行 它的这个坑的 其中的一侧 右侧 还有三个坑 这三个坑 中间这个坑 可能是最先竖木头 有一根大 这下是很厚的 一两米的枕木 然后竖一根方形的 大木头起来 就是立了三根柱子 可能在三根柱子上 可能还有什么雕刻 或者是一些象征物 挂在上 一柱子的时候 是先立这一根 所以它必须做一个斜坡 把这个柱子放上去 这一根放上去了以后 就用它当杠杆 把这两根立起来 所以这两边 就不用这个斜坡了 这都是当时 加工的一个办法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墨藏 规模还是慢大的 商业街大墨的墨穴 尽管很大 但它的墨坑却不深 不到三米两米多 底下还垫了一层土 然后放枕墨 在上面放棺材 这样的坑 如果两根一米七直径 每个一多半 需要开 就是一口罐放进去的话 加上下面的枕墨 它的高度就超过了两米 它这个墨的关顶 就要落在墨口的顶上 如果我们说 它是个土坑墨的话 古代还一般说 不丰不树 就是不在上面修做风土 它也没有空间做风土 因为它在前面 还有做建筑呢 挡住的 它不能做风土 这样的一个墨藏 不是一个土坑墨 我怀疑是个水坑墨 当时里面就放着一池之水 这些棺材 尤其是大量的主棺是船棺 它就象征着船在水上 为了防止这些船飘移 它用木桑 就像这个船在靠岸抛锚一样 得有个木桑栓着它 它用木桑把它夹着 有的地方还用 它用木方把它撑着 像这个地方 害怕它飘移 把它撑着 让它动 固定它 就说明它有水 要浮力 使它要飘移 尤其小的棺吃水浅 所以飘得比较高 大的棺吃水深 就接近于它的枕墨 所以它的不同大小的棺 它的埋藏的深度是不一样 当然在古书国存在的时候 它是不断的要保持水的干净 有人在维护 但古书国灭亡以后 就没人管它 很快就淤积了 像这个第二层这些水 以前是水 后来都变成了土 上面也都有土覆盖了 变成了像土坑 实际上我认为是个水坑 我这个认识 当时跟法国的专家交流 文物保护专家 法国国家 遗产院的专家交流 当时我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想法 但是我已经感到 我说是可以灌水 就是保护的时候 减少难度 用水泡着 现在实际上也是用水泡着 就是把它用水泡起来 把周围做一个 做点防水 使它这个水保持住 上面呢 每个棺上面 在盖上那个 就是可以吃水的那种布 把它水吸上去 它保持一个水环境 水里再加一点防腐剂 当然必须跟地下水隔开 这个防腐剂 不能跑到地下水里面去 不然当地的水 当时还没想好这样的办法 但是如果当时就想好了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地保护 不用涂那么多 花那么多钱的那种 很臭的保护材料 周围人 周围的老百姓 也没有那么多意见 那么如果是 商业界的大漠 是一个水池的话 那么 他就和船官 就形成了 一种呼应 船 停泼在水上 船 把死者从此 此岸 带到彼岸 可能有这样的 一种 船行于水 通往死者事件的象征意义 最大是我的推测 这样的 露天 埋葬死者的魔障 我想肯定不能放在荒郊野外 你放在荒郊野外 里面还埋了那么多好东西 很快就会有人给 给你破坏了 给你盗绝了 所以他一定是放在当时 统治阶级的眼皮底下 恰巧 文献记载 就是这样 他文献记载 开明王族的目的 是在他的北国 国内 内臣以外 在文献记载里面 秦密八岁以后 他没有立刻废掉 这个蜀的统治者 只是把他的王号 把他的称号 从王变成了侯 而且三次封侯 有学者引论证 这三次封侯 都不是封的秦国的公子 而是蜀王的公子 所以这三个 这三个蜀王的孩子 他们后来秦国 都以反叛为名 都把他们杀掉了 第三个蜀侯 被杀了以后 后来给他平了反 但是就没有再封侯了 而是用郡献字 就是用郡守 不用俗侯 俗像 最后一个俗侯 就是他被杀死 可能有点冤枉 他根本没有 谋反的迹象 后来给他平了反 开始由于他说 他谋反把他杀了 就没按正常的手续来埋葬 所以把他埋在城外面 平反以后 把他的营救运回城内 就是运回城内 运回成都城的北门 到了北门 车县的北门那儿 运不动 可能就是冤情 就是文献 记载的传说是这样 后来才把它运在城内 正常的蜀王的王族的末障 是在城内 是在城内的北门内 可能是北国城 靠近就是中心的位置 应该是这样的 商业街大漠 就以整体来说 规模宏大 但这种宏大 它不是说是 里面就一个棺材 一个棺果 它是由一个群体来组成 但它周围还有其他的设施 其他的末障 我们现在通过分析 认为这个末障 很可能是蜀王 或者蜀王的亲属 这个我们也有一定的证据 等会儿我在说它的意义的时候 也会说到证据 商业大漠 对于我们研究 最后的古属文化 八属文化 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种意义主要 建于以下几个方面 当然这个墨障都被盗了 盗墨嘴把铜器都盗走了 把金器玉器那些都盗走了 留下的只有漆器 漆器在他们看来就是家具 那这些东西盗墨嘴不要 嘴包留下来了 第一个是印证了蜀王族 来自于楚地的传说 按照文献记载的传说 蜀国的第一个国军 变灵被称之为金人变灵 说他来自于楚地 金人经有一人民变灵 其失王去 他用长阳中越的金楚地方 迁到了四川 然后到了上一个王朝 就是扑碑王朝的都城 批这个地方 他见到了 那个王朝的国王杜宇 就是帮杜宇治水 后来当上相 后来当上国王 如果这个传说 不悟的话 那么楚文化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 他就是跟随着这个 最后一个蜀王 这个王族从长江中游 迁到长江上游 我们恰巧 在巴蜀文化里面 探认在那浓厚的 楚文化的这个因素 以前我们只看见青铜器的因素 商业街大漠 是我们看到的漆器的因素 在商业大漠里面 出土了大陆的漆器 它有些官就不是 专门来装死者的 就是装器物的 好些官就里面就是装的家具 装的吃的东西 不同的官装不同的东西 越靠近主观 越靠近中心 这个东西越重要 恰巧主观 和中间的几颗观 被破坏了 被见了 等会我会说到 那么这些漆器 包括一个完整的床 这个可以斜躺的一个 完整的带架子的 像一个有斗拱 一个房子的这么一个床 现在展览在成都市的博物馆里面 那么这样复杂的 漆器上面的花纹 都是楚国比较早的那些墨藏 里面呈现的花纹 像我早期以前的 我们看见的那些花纹 这是其中的一个漆盒 这是其中的一个漆案 我们看里面的花纹 都有个比较早期的楚墨里面的花纹 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漆轨 中间的花纹 有个青铜器的奎隆纹 这很相似 第二个呢 是印证了文献记载的 开明武士 迁都成都的记载 在历史文献里面 开明王族从皮迁到成都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第九代王迁的 一个是第五代王迁的 两种说法 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个墨藏的出现 这是王级的大墨 就证明了 应该是开明武士 因为这个墨藏的年代 在战国早期 九世已经到战国中期 俗国快灭亡的那个时期了 他十一世就 以后就灭亡了 所以不可能那么多 他应该是战国早期 这个墨藏 证明的是第五个开明王 开明上 第三 上一期大墨的发现 为认识先行成都的位置和布局 提供了线索 我们过去只知道 他大概在这一代 那么 这个墨藏的出现 我们就知道 他在当时的城内 因为王族的墨藏 文献记载是在城内 只是在靠近北国的位置 那么他很可能是靠近当时的中心 而这个地方中心 现在也还是一个 以前的军队中心 将军衙门 成都将军的驻地 就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 是部分印证了 古俗国的国号开明的记载 古俗国的国号开明 这个好像与太阳有关 古俗国的后裔 后来灭亡以后 就向南迁徙 有一只被情人给抓住了 俗王本人 在往南跑的路上 也抓住了 被杀掉了 但是有一只 一直向南跑 穿过云南 一直跑到越南的北路 这一只被越南的古史称之为 安阳王 好些就是安全的安 就是我们的古都安阳 阴虚安阳 就是那个安阳 就是安阳王 说他是属王子 迁到了越南 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欧罗国 罗人 欧罗国 西欧 罗越 这么一个联邦 这么一个联邦都落过 这个传说 在研究这个传说的时候 好些学者就说 安阳 开明 都是读法的不同 都是和太阳 和这个光明相关的一个意义 所以 就是蜀国 从三星堆的时候 就崇拜太阳 那么他们的王号 称之为 王族称之为开明 而在他这个商业界船馆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符号 每个船头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好像也和太阳相关 和太阳那个地质 也有点相关 它是一个地 帝王的地 也有点相关 当然这是一个 四面都一样的图案化的符号 另外在有一个官上 除了这个符号以外 还有两个圈 就像太阳的一个符号 这说明 这些大漠 应该都和王族相关的 第五个 上一节大漠 它里面的官 一共十七句 还不是全部 那么这些 官最大的 都是船型官 船做得很像 甚至在船头 还有两个孔 也是用来 就像我们抛毛的 那个毛具的一个位置 还有两个孔 有的大的船官 还分死 这是最大的一种 第二等的是这样的一种官 带两个台把 这种官我们在哪发现 在越人某里发现 这属于南方越人的一种官 在台把里面 最小的一种官 就像一个盒子 又低 又矮 一个盒子的 像个 核型官 像个小匣子 就是说在一个大型墓里面 不同等级 有不同的官 可能有一些 就是是比较低的人群的 如果这些官 代表着不同的 人们的 所使用的官墓 那么 在古俗国的时候 他的这个族群构成 也是复杂的 里面有不同的人群 王族 一般的人 都地位比较低的人 可能 他们使用的木头 各样的官墓 都还不一样的 好 最后 我们还是以 就是商业节 来做结束 秦桧王后元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一十六 秦国 趁八国和蜀国 他们互相攻击的 这个时机 当时蜀国 就是攻击八国 八国抵挡不住 求救于秦 这个时候的八国 他的首都 已经从重庆 迁到了浪中 四川北面 秦国在朝廷上 就进行了讨论 就是 趁不趁这个机会 进军署 当时秦国 正准备 打韩国 对朝廷就有两种意见 张仪就主张 打韩国 习天子 以令诸侯 司马错 就主张 打蜀国 趁这个 八蜀 相攻击的时候 趁机灭掉蜀国 稳定后方 后来秦会王 采取了 司马错的意见 就是派兵 越过秦岭 跟蜀国进行了决战 蜀王 带着他的军队 武丁力士 去跟秦国打 打了败仗 然后就向南逃 秦军就追击 追到彭山 就是从成都 沿着内江 往明江走 大江会合的地方 也就是张献忠 陈寅 那个地方 追上了蜀王的军队 把蜀王杀死了 灭掉了蜀 然后秦国 就顺便把八国也灭了 秦国灭八蜀以后 他对八蜀地区 采取的是怀柔政策 所以他三次封蜀侯 以仪制仪 并且他定下了一些政策 就是秦战仪 数黄龙一双 一范秦 数清酒一钟 你看 当地的少数民族 欺负了秦人 拿一罐酒就行了 秦人欺负了少数民族 那不行 那来拿一堆玉器 就是发的很重 由于秦国在八蜀地区 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八蜀地区的这些贵族和一般的人 都很支持秦人 不过呢 秦国对八蜀的一般的贵族和平民 尤其他们的武装力量 是采取了一种笼络的政策 但是对八蜀两国的最高统治阶级 八王 蜀王和他的后裔 可能就不是那么客气 除了以谋反的名义 杀掉了三个蜀侯以外 还对蜀国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建筑和林墓 进行了破坏 商业这些大漠 本来就是一个露天的水池 情人或者亲情的蜀人 就是在废掉蜀侯以后 可能就对这个墨藏进行了破坏 所以我们看这个棺木 怎么两边的都还在 中间的不见 中间这些地方都有棺木 因为它的固定棺木的木桩子都打好的 但是棺木不见 这就是中间的都是主要的棺木 都是当时食指的尸体 只要站在这里面 蜀王或者蜀王夫人 蜀王族的这些人 它的棺木应该在这个区域 但这个区域的棺木不见了 两边的都还在 因为两边都是一些水藏用品 就没管它 只是可能有一个棺 有好东西打了个洞 把里面的东西取了一点 其他的都没管 另外还有一口棺 就这一口 这一口会锯成两段 可能也想运出去 后来就没运它 运了半途而废 总之 秦人对这个蜀王族的棱木 进行了破坏 这种破坏 可能不是一般老百姓的盗墓 城中间 住最中心 秦人管理又非常的严 一般的人 是不能随便去盗的 这个盗 一定是国家行为 不是民族行为 不是民间行为 民间在野外 越黑风高 的时候 悄悄的盗 还可以 你在一个都城内 靠近王宫的地方 林木张胆的去盗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组织 有组织的就破坏 这是可能的 古人 恰巧 包括秦人 对这个保护林木 是有法律的 天下献瓜之法 基本就有 就有这一条 所以 这应该 不是一般的 盗墓 而是一个 有意思的破坏 可以视为 秦密俗以后 尤其是 废除俗侯以后 他的历史的 所以 俗侯废了 把你这林木 宫殿 这些也都废了 秦密巴索后 对原先 国家的象征物 进行摧毁 更集中的 还体现在 杨子山土台 杨子山土台 是成都城北 是成都城 在成都城北 的一个人工土台 这个土台 大致在成都城的 中州县的延长县上 在古熟道的边上 这个土台 有点不逢时 上世纪 五十年代 就像三星堆一样 当地的专厂 在那里取土 后来发现 那个地方 有很多文物 但是这个土台 已经取了一大半 考古学家 去发掘的时候 只剩下中间的土星 台星还在 把它发掘了以后 这个土台上 历代的坟墓 都有好几百座 但是最早的一座 是战国末期 或者是秦 一座蜀人的墓 一个蜀国 高级规矩的墓 这是一个土台 这是复原的 这个土台的形象 在这个顶上 发现了一座墓 最早的墓 这个墓破坏了土台 所以我想 这一种破坏 也是有意思 这种土台 本身就是一个 祭天地的 这样的一种 祭祀的坛台 它在成都成的北面 一般的交谈 就正好在这个位置 不是在成北 就是成南 古代有不同的理 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在北 有的在南 在南的偏多 但是这个土台 上面 却有这么一座墓葬 而这座墓葬 里面有秦人的东西 它主要是巴蜀的东西 里面还有它的 巴蜀符号 每一个重要器物上 刻得有相同的符号 这是巴蜀 说是巴蜀 是蜀人的 那么一个蜀国的贵族 带头 埋在他们祭天的坛台上 以后其他人跟了就埋 一般的人还不敢埋 他带头去破坏了 这个蜀国祭祀天地的标准 因为古代的王者都认为 自己受命 自己是天子 受命于天 所以他要祭天 祭地 那么我们这个破坏 这个破坏 很像是秦人怂恿 亲他的巴蜀贵族 去干的事 这个人一带头坐 先把最好的位置选了 埋在上面 其他的人纷纷跟着埋 所以上面 汉墓 秦代以后的墓 就是大量的 秦汉墓有两三百座 都埋在上面 其中很有名的 有画像石墓 很漂亮 也在埋在下面 从杨子山 作为国家的一个祭坛 到杨子山土台被破坏 可以视为巴蜀国家和文化 在秦代彻底灭亡的一个象征 好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宣教授的精彩演讲 现在是问答完结 有兴趣提问的现场观众可以举手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MAY交给你们提问 网上的观众也可以利用送的这个问答功能提问问题 再来没有问题 老师 这个网上面有一条问题 所以说 这个古俗时代 相对于古代西方世界来讲是什么年代 我们现在的历史一般都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进古 古俗这个时代是属于上古时代 相当于上古时代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金沙遗址的时候说是这个青铜时代或者是双代的时期 那当时这个黄金发现很多精细是王兴在制作的 这个黄金的成分为不会跟这个我们现代的黄金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好 当时的成分 当时的黄金 它没有现在的成分那么高 当时我们现在说的金箔 它都是实际上严格的说叫做金板 因为我们的金箔现在的现代的定义是必须薄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叫金箔 它达不到这个程度 它实际上是相当厚的一种金板 当然我们现在看待的很薄 它是用一种板金工艺加上一些粘合剂 可能主要是生漆这一类 把它贴在其他器物上 我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是用玉器 西方人习惯用黄金器 实际上也不尽 我们也喜欢黄金器 只是黄金资源好像那个时候还比较少 那个时候是不是杀金技术还没有得到普及 所以我们主要可能是用的是三金一类 所以黄金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只在很重要的地方给它包一点金皮 贴在脸上 实际上在商周时期也是这样 商周他们的一些重要器物上 他们也包一点叫包金 包一点金皮 后来溜金 就是为了把铜器也做成金器的样子 所以才溜金 都还是注重黄金的 只是黄金没那么多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也特别的珍贵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古俗文化除了受到双代文化的影响以外 在开明皇室前 有没有其他地域的文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们说古俗国 它这个区域它会虽然说比较封闭 但是它仍然和周围地区都有联系 在古俗国的西面 就是在四村盆地的西面 是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 也就是说沿着青藏高原东吴的这么一个传播带 一直沿着长城地带 一直到辽东 这样一个传播地带和古老的丝绸之路 这个传播地带在青海甘肃地进行交汇 所以我们的四川盆地正好在两个传播地带的半 这是半环形的包围之中 因此不光是和东面的夏商州有联系 它和西北的那些古代族群有联系 和西南云贵高原上的族群也有联系 正由于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有一些文化因素 有些外来的文化因素 我们的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好比三星堆的海贝 海贝 我们以前很多人都说 它应该来基于云南 从云南 然后通过南亚过来 这是一个比较遍迹的道路 但是 云南就没有 发现的早期的海贝就很少 从考古材料上有点说不通 云南后来倒是一直用贝 到明清还用贝币 而且有一种换算方式 这都是以前认为 这个贝币从南来的这么一个根据 现在的新的证据 这个海贝不是从南来 早期的海贝是北来 也是来源于南亚 来源于印度洋 但是通过南亚赤大陆 它不是往东走 到缅甸云南 而是往西北走 通过巴基斯坦 通过阿富汗 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 然后再向东 所以越到西北 不海贝越多 越往东海贝越少 越往西北海贝越早 越往东南海贝越晚 三星堆的 早于云南的 所以说看样子 现在这个新的意见 应该是正确的 海贝能够来 其他东西也应该能够来 当然越远 它应该是越贵重越小巧的东西 大东西叫青铜器 它不会搬那么远 所以它是从东边靠近的这些位置过来 现在有没有问题 还有另外一条问题 就是说这个金沙这个 积极区里边有很 发现很多象牙 这个象牙跟现代的象是一样吗 商周时候的象 应该与现在的亚洲象 差别不会太大 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物种 这个演变 这么三千来年的演变 是比较短暂的 应该是差不多 当时的四川应该有象 应该有比较多的象 但是有一部分象也可能来自于云贵高原地区 最近有一条行为 西松版纳的大象都往北跑 跑到了快到昆明这个位置了 那么以前 有可能有更多的象跑到昆明以北的位置 古熟人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昆明 所以有一部分象来自于云贵高原 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这些研究 这些最后的结论 还要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研究就包括了一些科技考古的研究 古熟人在三星堆 在金沙都有大量的象 动作出几百根象 还有很多的象 因为我们发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应该有很多的象 这些象的资源 除了成都平原 除了四川盆地攻击以外 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更远的地方 这些到底是四川盆地 还是云贵高原 现在要通过一些科技手段来进行分析 好比通过牙齿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 一些微量同一数 看它吃草的 你们含的那些土壤里的元素 到底是来自于哪 通过这种分析 有可能能够知道 哪些象是来自于本地 哪些象来自于外地 当然对这个牙齿的保存得比较好才行 保存得太差 就提取不出这些元素 谢谢孙少授 今天的讲座已经圆满学书 我们再次给奖声孙少授 谢谢他今天的精彩演讲 好 大家在看完讲座之后 也可以到我们楼下的展厅去参观 亲身很近距来 去看看这些这么珍贵的出土文物 我们也准备了用金沙出土金器的相片 制作而成的例子风 给大家作为纪念 工作人员 在你们参观完展厅之后 就会向大家派发 我们下一次的讲座是在2月11号举行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 特别职务考股周兴华先生为大家主讲 他的讲题是礼室求诸夜 香港与成都出土的史前礼器 欢迎大家参加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在这里特别向大家先讲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多谢各位